耶稣被捕 耶稣还说话的时候 那十二人终止日的尤达斯 谁即盗了 同他一起的 还有带着刀剑困棒的群众 是由司祭奖 经司和奖老那女派来的 圣诗在这里不厌其凡地指出 尤达斯是十二人终之一 强迫读者面对这个可怕的事实 耶稣被他最亲的人 设定一个阴谋 逐步将他领上十字架 那出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口亲谁 谁就是 你们拿住他 小心带去 尤达斯一来 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 那给 谁口亲了他 口亲是指亲面侠礼 是在纳比和门徒见面的时候 所行的见面礼 表示尊敬 可惜 这个表示尊敬 和亲爱的礼貌举动 现在成为暗号 确保前来逮捕耶稣的人 不会认错人 在圣经里面 也有藉着亲吻去杀人的例子 当年 达美的将领约亚布 他来到不服从达美命令的阿玛萨面前 一边同他亲吻 一边就用刀刺穿他的土福 口亲原本是亲爱的表现 但是就成为了杀人的掩饰 真是恐怖 他们就向耶稣下手 拿住了他 站在旁边的人中 有一个拔出剑来 堪了大师祭的伯人一剑 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 福音社 大师祭的伯人 并不是指一个地位低微的家庸 或者伯役 而是大师祭的副手 或者师祭班的监督 因为在中东 王族或者宗教官员 会谐称自己为伯人 关于做师祭的条件 法律就定明 凡身上有缺陷的 不得前去向天主奉献贡物 不论是眼痕 脚扑 残肺 畸形的 或是断脚断手的 或是鼻歪的 耳朵鼻朔的 不得去奉献上主的伙制 在甲扎玛尼 这个无名者 在大师祭的伯人 身上造成小小的 象征式的伤害 目的是要羞辱 并不是要杀害 但是这个小小的伤害 就使他永远不能够成为大师祭 甚至可能使他 即时丧失师祭职 耶稣开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 如同对付强盗一样 我天天在你们当中 在圣殿里施教 你们没有拿我 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天天这个词语 都可以译做白天 以对比耶稣在夜间被逮捕 耶稣说他的遭遇 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按照经文的脈絡 应该就是指上文 耶稣和门徒的最后晚餐里面 预告门徒将逃禅的时候 所引述的 扎加利亚先知书 我要打击木人 羊群就要四散 因为福音的聚述 随即就记载门徒他们 四散的狼狈模样 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时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人们也抓住了他 但他撇下麻布 赤着身子逃走了 撇下一次的原文 在第一批门徒蒙照的片段中 曾经出现过 当时门徒他们回应耶稣的召叫 抛下家庭和工作 跟随了耶稣 现在耶稣被捕的时候 门徒撇下的是耶稣 逃跑的原文 含有较强的弃绝的意思 门徒的追随 最后以失败收场 因为他们还未学会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马尔谷福音 独家记载了一个少年人 在十二个门徒都逃跑了之后 赤身披着麻布追随耶稣 他的真正身份 我们无法确定 但他的象征意义就极之重要了 有学者认为 按照马尔谷的罪述 这个少年是最后一个被耶稣吸引的人 即使其他的门徒都逃跑 他仍然跟随耶稣 但是在面临最后的大考验的时候 他选择舍弃身上唯一的一块布 很不光彩地赤身逃命 比其他的门徒更急切地逃生 赤身露体是一件羞耻的事 撇下麻布 赤身逃跑的少年 是选择了羞耻而放弃忠于耶稣 福音的下文 将记载百多禄 远远地跟着耶稣 去到大师祭苦 但是百多禄最终 也是羞耻地放弃忠于耶稣 但是在这里之前 福音首先记述了耶稣受审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